好運的立場 那天來先給我陳情 我就說趕快排定一個時間來這裡看 一切這個商家國家的一定地 我們剛剛記者大家也都有看到 那個草真的很長 如果沒有這個盡快整理 真的這個地方好像變成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也不下當 而且這附近人口真的非常的重多 這裡我相信它會變成一個 我們竹南地區 大家會非常好的居住環境 我們當然也希望我們這個學校一定地 可以把它整理成 是配合社區的 而不是阻礙社區的發展 所以剛剛政黨跟我們他們委員的夫人 我們溝通以後 我覺得沒有錯 它那個比較面臨 這個正門口的這個那一排樹 真的它阻礙了地方 那個行人有時候 這個不小心來這邊洽工的人 如果來這邊辦事情的人 這次一停新人不好走 所以我覺得那個樹木的移除是有必要的 甚至我們也想說現在的人比較有運動的好習慣 他如果這個傍晚的時候 圍著 繞著校區這樣走動 我覺得我們做一個更好的通行步道 讓這個附近的我們的鄉親居民 大家有一個很好散步的這個環境 我想這個學校的意見地不但不會影響我們社區的發展 而且提供給社區的鄉親好朋友 大家有一個更好活動的空間 我想這個是大家樂於看見 所以縣府一定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可是那個樹木的移植 我想因為現在不是時間 剛剛農業柱也講了 他認為九月份來移植 因為我們當然希望它樹是可以永續生存長長久久 那至於這幾棵榮樹 剛剛里長也做了很好的建議 因為它看起來很髒亂 那我們也請農業柱 請蔡國維的廠商在這幾天 我相信應該幾天就可以解決了 來這邊跟體檔商量 要怎麼採檢 而且颱風季也快到了 樹葉這麼繁茂 那個到時候颱風一吹 也有群島的危險 我們不但要這個顧慮到安全 我們也要顧慮到景觀 我相信這個在委員的指導 還有政公所跟代表會 還有我們剛剛邱一新議員 也特別還有陳必華議員 大家都非常對這個議題非常的關注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把事情處理好 也請我們的這個 三加國小預定地附近的親民放心 我們會把這個事情 這個擺在很前面的位置 我們會當作重點來施作